來看一下如果您在錄製教學影片的時候 想要有這樣的放大的螢幕效果 或是有這樣比較停滑的RuneIn輪耗效果 可以怎麼樣的錄製 第一個比較簡單就是在 您操作畫面的過程 我們就搭配這個RuneInit的 免費螢幕畫面工具 它本身有一個快速鍵就是Ctrl加4 這個就是即時的螢幕放大互動 例如我在這邊按下Ctrl4 我們的畫面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RuneIn的效果 再按一次Ctrl4 它就會再縮放回來 那這個中間的過程就會被我們的錄影軟體把它錄下來 第二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透過後製的方式 那以下我就用簡印 來跟您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段呢 是我之前錄製Google Earth Studio裡面 我們來做這個地圖動畫 在當時我並沒有特別加上RuneIn輪耗的效果 那如果我想要特別強調一下我在按這個位置的時候 在特效裡面有一個叫漸漸放大 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你按一下這個加號 就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時間中所在的位置 那我現在把這個 放大的範圍我稍微把它 拉開 這樣它影響的範圍比較大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你加進來之後呢 在它的右上角這裡 就有它的相對應的參數 水平的位置 還有垂直的位置 它移動的速度 它影響的範圍 那我們呢 預設 你會發現它基本上就是把正中間放到 我們先Play一下 你就會看到這個效果 大概到 那 如果說像這個位置現在是偏比較左下角 那我就選擇 這個地方 告訴它 你不要 那麼 過去 我就 把水平的部分拉過來一點 如果你想要讓垂直再上去一點 這樣子 就可以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囉 自動幫我把關鍵格加入進來 接著呢 我們就 往後移動 好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一個 很大 縮小的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放大完了 我們在這邊結束之後 它就會直接 復原 那我們按下滑鼠中間 往上拖印 就會這樣直接復原回來 所以比較可惜的是 剪印它這邊呢 並沒有一個漸漸縮小的特效 它完成之後就會直接馬上恢復到原始的尺寸 2 怎麼樣 5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